下酒菜要是有排名 今天这个凉拌黄瓜 一定能进前三 地里挖着两根黄瓜 开四再切断 加洋葱 香菜 炸好的花生米 蒜末 盐鸡精白糖调味 生抽 陈醋 好吃的关键 多到的油块辣子 有条件的 来几片酱牛肉 用我的右手 刷拌均匀即可开吃 或者脸皮 向大家要几个双鸡 谢谢啦 我告诉你啊 以后再买鸡胸肉 你就像我这么做试试 滑嫩多汁 特别好吃 鸡胸肉给它切成这样厚厚的薄片 加料酒 盐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用我的左手 给它攒拌均匀 接着一勺油 锁住水分 腌制五分钟 油热下入鸡胸肉 把鸡胸肉滑熟 放入碗中 加蒜末 孜然粉 辣椒面 18粒黑芝麻 葱段 铺上热油 满物飘香 然后加生抽 陈醋 有条件的 再来点香菜段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 忍不住的赶紧收藏 今天就试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再买鸡胸肉 你就像我这么做试试 滑嫩多汁 特别好吃 鸡胸肉给它切成这样厚厚的薄片 加料酒 盐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用我的左手 给它抓拌均匀 接着一勺油 锁住水分 腌制五分钟 油热下入鸡胸肉 把鸡胸肉滑熟 放入碗中 加蒜末 孜然粉 辣椒面 18粒黑芝麻 葱段 泼上热油 满物飘香 然后加生抽 陈醋 有条件的 再来点香菜段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 忍不住的赶紧收藏 今天就试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再买嫩豆腐 你就试试我这样做 做出来鲜香滑嫩 越吃越想吃 首先用勺子 把嫩豆腐掰成小块 水开下锅 加适量盐 入个底味 煮30秒捞出 控干水分 放入碗中 另起锅加一勺生抽 少许蚝油 适量冰糖 一反清水 每天都在用心叫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红心 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熬好的汁 浇在豆腐上 撒上一把葱花 干辣椒丝 用热油给它炸香 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就做起来吧 家里有老公的 一定要试试 这个韭菜炒腰花 一口气爬湿落 气都不来喘一口 新鲜的猪腰子 先去掉腰骚 先写到45度 深度三分之二 厚度三毫米左右 再反过来直刀竖切 深度四分之三 厚度三毫米左右 这是最简单方面的腰花切法 喜欢的记得收藏保存哦 切好的腰花 加一点高度白酒 抓拌均匀去除香味 再用清水清洗一下 再把水分控干 放点胡椒粉和淀粉 抓拌均匀 千万不要放料酒 要不然粉上不稳 再放点熟油 等份炒的时候 更容易炒得散 准备点韭菜 切成段 再调一个料汁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适量蚝油 一丢丢盐和胡椒粉 半勺陈醋 再来点水淀粉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加一勺油 油炒到冒烟 再倒入腰花 开大火快速发散 再放入姜蒜小米辣 炒出香味 倒入切好的韭菜 和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翻炒一分钟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韭菜炒腰花 鲜香脆嫩 学会了你老公都夸你是大厨 家里有老公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韭菜炒腰花 一口气爬湿楼 气都不来喘一口 新鲜的猪腰子 先去掉腰骚 先写到45度 深度2分之2 厚度3毫米左右 再反过来直刀竖切 深度3分之3 厚度3毫米左右 这是最简单方面的腰花切法 喜欢的记得收藏保存哦 切好的腰花 加一点高度白酒 抓拌均匀去除香味 再用清水清洗一下 再把水分控干 放点胡椒粉和淀粉 抓拌均匀 千万不要放料酒 要不然粉上不稳 再放点熟油 等份炒的时候 更容易炒得散 准备点韭菜切成段 再调一个料汁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适量蚝油 一丢丢盐和胡椒粉 半勺陈醋 再来点水淀粉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加一勺油 油炒到冒烟 再倒入腰花 开大火快速发散 再放入姜蒜小米辣 炒出香味 倒入切好的韭菜和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翻炒一分钟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韭菜炒腰花 鲜香脆嫩 学会了你老公都夸你是大厨 我告诉你啊 过年的五花肉 不要用来炒着吃了 跟我这样做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 切好的五花肉 加入一勺盐 清水 浸泡十分钟 看看里面 泡出了很多杂质和脏东西 攥干水分 锅里不用放油 直接下锅煸炒 我每天都在用新的焦做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不能给我个小红心 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炒出多余的油脂 这才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再把多余的油脂盛出来 炒大白菜 放葱姜 干辣椒 一包胡椒料 既能上色 又能调味 加一罐啤酒和开水 扣盖炖五十分钟 大火收汁 再撒点蒜苗 这样做的红炒肉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非常好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过年的五花肉 不要用来炒着吃了 跟我这样做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 切好的五花肉 加入一勺盐 清水 浸泡十分钟 看看里面 泡出了很多杂质 和脏东西 攥干水分 锅里不用放油 直接下锅煸炒 我每天都在用新的焦豆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不能给我个小红心 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炒出多余的油脂 这才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再把多余的油脂盛出来 炒大白菜 放葱姜 干辣椒 一包胡椒料 既能上色 又能调味 加一罐啤酒 和开水 扣盖炖五十分钟 大火收汁 再撒点饭苗 这样做的红烤肉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肥成好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一直都很喜欢 鲜鱼身的鱼盐 就是二三十一份 太贵了 今天用各个吃的价格 来做一份同款鱼盐 当做下午茶 煮好之后 捞彩过一下浪水 口感会更好一点 把点零卡糖 然后再倒一点牛奶 加点水果 再放一点蜜豆 真的一点都不输外面的 诺基基的贼Q弹 天热的时候 还可以冰镇一下 吃更爽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金针菇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酱香浓郁 树上摘着金针菇 切去根部 青椒给它切段 再把金针菇塞进去 一定要塞紧实了 晚上加蒜末 生抽 老抽 盐鸡精 白糖 一勺淀粉 半碗清水 用你的右手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有热 下入青椒金针菇 煎制青椒八面 其虎皮状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大火烧至汤汁浓稠 即可出锅 哇 太香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你也受糖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想吃炒面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简单方便 干净又卫生 锅中水开 加一勺盐 下入面条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 才会控筋到 煮两分钟左右 捞出来 一定要用冷水过凉 然后加一小勺油 和少许老抽 翻拌均匀 这样炒的时候 才不会粘在一起 我每天都在 用心教做菜 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锅加少许油 打入两个母鸡蛋 快速给它划散 然后倒入你喜欢吃的配菜 煸炒至断生 加松抽 盐鸡精 胡椒粉 倒入面条 快速的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炒面 干香筋道 你要是学会了 就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蘑菇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酸辣开胃 比肉还好吃 首先蘑菇给它四种小朵 锅中水开 下入蘑菇 煮熟捞出 过一下凉白开 一定要把水分挤干 放入碗中 加蒜末 小米辣 葱花 99粒白芝麻 一勺辣椒面 再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盐 鸡精 白糖 一勺松抽 一勺陈醋 适量蚝油 应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就收藏试作吧 能吃辣的宝兹 一定要试试这个 爆辣鱼味 这个是湖南人吃了都说辣的 一打开 闻到味道已经流口水了 超级辣 但是超级过瘾 越啃越香 真的越吃越上头 我告诉你啊 以后豆角买回来 别总是炒着吃了 你试试我这样做 酸辣爽脆 越吃越想吃 首先五毛钱的豆角 切成长长的小段 锅中水开 加入一勺盐 一勺油 下入豆角 煮三分钟 煮熟捞出 快速过冷水 我是勤劳的小厨师 每天都攻心 麻烦你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在对半的给它撕开 加蒜末 干辣椒 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麻油 有条件的撒点黑芝麻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就收藏试作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买回来的窝笋 别总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个凉拌窝笋 清脆爽口还解腻 不要浅的窝笋 先给它切成细丝 再均匀的切成片 加入清水 适量的白醋 浸泡十分钟 让窝笋够加爽脆 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放入碗里 加红椒丝 蒜末 盐鸡精 一勺白糖 一勺白醋 少许香油 有条件的撒点黑芝麻 最后用你性感的小手 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清脆爽口还解腻 吃多了也不长肉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作吧